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有南極 南極是不是在升上來? 當然你要去量度 你才會知道 我們平時去講那些不同的陸地板塊 它升零降 磨擦 我們很多時候純粹講 它那個地殼變動 於是兩個板塊相撞 有個升了 有個降了 於是地震 海嘯 諸如此類 這個純粹由那個板塊運動那裡 沒有什麼的 純粹是瞭解地震的現象而已 但是在這個星期有些很有趣的 很古怪的觀察找到出來 有些板塊 它自己本身升得比我們上一種快 而且它的原因不可以純粹由它那個岩漿下面的板塊 就是那些板塊下面的岩漿活動 來去簡單地去理解的 而是跟它上面摺著了多少東西有關 這就是南極的故事 現在就發覺很有趣 南極本身有一個陸地在那裡 不過上面蓋了很多冰 到如果有一天很大吉利是 就是南極都解凍了的時候 你就看到有整塊陸地在那裡 但是如果連南極那裡的那些冰都溶掉了的時候 整個地球的海平面的上升就非常嚴重了 所以就研究這些海平面上升 全球暖化那些呢 為什麼我們經常把那個注意力放在那些北極、南極 和那些格陵蘭島那裡呢? 那就是因為完全要量住冰層溶化的速度 來猜一下接下來的海平面會上升得多快 嗯 再看看 北極就沒有大陸的 溶完之後大家就暢東無阻 走來走去 南極就有個大陸在那裡 但是這個大陸如果沒有了冰的塊蓋在那個表面呢 它是不是會升起的?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就不是這麼想的 有座山在那裡 山上有雪 然後那些冰溶了 然後我們就會認為 那個山上面有些雪 那些雪是有限重的而已 我們經常覺得 如果有些東西擲著一棵植物 或者那個爸爸經常被子女騎著的時候 會不會搞到想要升得高一點都難呢? 我們就很少會這麼想的 就是山上面 山到底會高了 矮了呢? 我們不會想跟上面背了多少雪是有關的 甚至乎現在我們看到就是那個 那個喜馬拉雅山都是照計越來越高的 就是因為那個印度的次大陸板塊跟那個歐亞板塊 那個就是一直是互相壓迫 所以是繼續是折高了那個喜馬拉雅山 那麼我們就純粹就會用了那個板塊活動 就作為一個主要甚至乎幾乎是唯一的原因去理解 它那個山會是升了還是跌了這樣 但是現在原來如果你仔細一些去觀察南極 有些很特別的現象是走出來的 原來在近幾十年時間 我們都有追蹤著南極自己本身 除了它那個兵的厚度之外 它的陸地又沒有那個變化在那裡 但是就很有趣了 就發覺原來它是出奇地整個南極洲是上升得快了 整塊南極洲的 就是這麼古怪都有 那麼具體就是 就是可不可以說就是歸咎於一兩個原因呢 就不知道 但是似乎現在除了是它自己的板塊活動的原因之外 還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才可以解釋到它為什麼會上升了這麼多 是的 那就用一個比喻 譬如說如果我建一間大廈很大型的 那是不是紮變了地呢? 當然就不會的 就是看你用什麼材料 以及建多厲害 那你都知道有些的 就是有些的大廈 譬如你放很重的東西 那你要多加一些鋼筋水泥 然後就是 反過來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用鋼筋水泥結構建樓 你不可以建無限高的 因為你建到這麼高的時候 它自己的重量是會摘爛自己的 就是說你說我們可以建超過一百層樓的摩天大樓 那你說我們可不可以建一萬層樓的摩天大樓呢? 那你計算數你會發現是不行的 因為你起到這麼高的時候 你再加上去呢 就是它自己本身的重量也是摘爛自己了 就摘了下去了 甚至乎你可能去到連地基都可以是頂不住了 就是有權這樣去發生 那所以如果你說在南極州那裡 它都是啊 如果太重的東西摘下去呢 它是想升得快都未必升得那麼快 我們在這裡就要打個比喻了 其實也都是在這個研究裡面去打個比喻的 你不要只是將那些這樣的地殼板塊 想成為很多塊的鐵板在這裡撞來撞去 然後純粹一塊鐵板 然後第二塊鐵板就摘高了一塊 另一塊壓下去了 那不要只是這麼想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那塊板自己本身呢 它自己有一定的叫做吸濕能力 你把它當成一塊海綿 可以吸收到水的東西 它的密度可以是改變的 那如果你是不知道大家去試過去 有沒有試過用洗澡盆 小時候洗澡盆洗澡拿著海綿去玩 或者甚至乎洗碗的時候 拿那塊抹碗的那塊棉來去試的時候 那些海綿啊棉那些東西 你強行把它拉到水底 不是那麼容易的 它是很喜歡浮面的 還有它自己本身也有吸濕能力 現在有一點像南極州的情況就是 它也是有一個小小的吸水功能 但是呢它很有趣的 它呢就會被下面呢也有一個力去浮起了它 但是呢上面就是說 如果你上面給它多些東西壓住呢 它就浮得沒那麼起 沒那麼快 那一路以來我們原來有追蹤著趨勢的 就是看著那個南極州的那個地平面呢 它自己本身的陸地是有輕微的上升的 但是在近年呢 隨著全球暖化越來越嚴重呢 南極的那個兵越來越少呢 發覺它上升得快了 那現在呢就似乎我們看到一個 都印證到一個地質的現象就是說 原來呢有一些的地的板塊 它折不折高那麼低呢 是可以是來自上面有多少東西壓住它 來去解釋的 那南極州它特別支柱就是 它上面鋪了很多兵 它越多兵的時候呢 反而就越壓住它 它呢就越少兵 那些兵越來越融走的時候呢 就越少東西壓住它 越少東西壓住它呢 它就想浮上來浮得越快 再加上現在呢 在這篇報道那裡都有說的 它浮得越快的時候呢 就越傾向將在上面的東西 就壓住它兩邊 就退走了 有少少像就是 在沙灘裡 你將手埋在沙下面的時候 你嘗試將手遞上來的時候 那麼上面有一層沙被你托起了 但是到你整個手拿到這麼高的時候呢 你發覺有些沙就已經掉走了 就沒有再擲住你的手了 就能夠留在你的手上面的沙就只剩下很少了 那麼現在呢 南極洲又有少少這樣的情況出現 它是因為全球暖化令到它少了兵 少了兵令到它就上升得更快 但是上升得更快 就同時令到 就推開了更加多的兵 令到更加少兵去揹著 然後更加多的兵就被迫到外面 就強行去壓了出去的海裡 就原本不想溶的都溶了 那就變成了一個好像惡性循環 現在就似乎大家在擔心這件事情出現了 就是那個南極洲自己本身 原本有兵好地地幫你壓著 現在呢就是 那些兵就溶了 然後它溶了之後就令到那個溶 就是有一個惡性循環令到它溶得更快 那現在似乎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也是很久之前有提過的 南極呢 要儲兵是很難的 它雖然有這麼厚這麼厚的兵 你不要以為南極儲兵很容易 一個地方儲兵有多容易 其實好看一個地方它下雪下得有多少 就是在很多溫帶的地方去的冬天 它有很多不同的天氣系統 會帶來很多雨和雪 所以它就會有冰層在那裡 然後呢對於南極來說 它的降雨量降雪量是很低的 其實 但是為什麼它還這麼有厚冰呢 就是因為它每次雖然下的雨下的雪這麼少 它夠冬都存了 於是它就存了這麼多千萬年以來的冰和雨和雪在那裡 其實就是存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浸才能存到這麼厚在那裡 用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要存起來很困難 它上面那個降雨量呢 甚至乎我們會說的 它如果不是一個這麼冷的地方 它這個地方的降雨量是沙漠級別的 所以這個我們說 世界上呢 降雨最少的沙漠呢 其實不是撒哈拉 其實原來是南極的 其實現在在說的是 那就是等於有一個敗家仔 就是幾十代人存了 錢你二三年跟你 敗了它 但是那個技術上呢 是怎麼量度的呢 就是怎麼量度到那個南極的大陸在升呢 那我想他們都是靠他們的觀測站和一些衛星系統 一起去量度一下那個 就是拿一個四維的座標 就是一個 就是我會說四維的座標 就是譬如說三維的空間加一維的時間 這樣去對應 由去天空衛星的裝置 和地面的裝置去對應 那麼其實呢 有些 你會發覺呢 現在有很多你們隨身的健康 監測健康的電子裝置呢 都不用的 有玩行山的朋友呢 你們都知道的 你可以現在帶到 買到這隻標很容易 就是問你現在海拔幾高的嘛 只要那樣東西 你和周圍那個通訊衛星 或者是那些叫測量的儀器溝通到呢 你就有那個的數據在那裡 甚至乎已經有人拿到那個更加精密的數據 我們先前講那個在香港的考古 它走上去的海拔提高了是10米還是20米呢 你現在是可以跟得到的 所以現在我們是有足夠的那個儀器的技術 去追蹤著在南極州不同地方的座標 不單止在平面上面 而在立體上面的座標究竟在哪一處呢 那麼問題就是我們需要在整個南極州的不同地方 放在足夠的觀測站去收集這個數據 才能夠拿到的結論就是原來它整體上又在上升 那如果真的在上升 對整個地球那個地殼有沒有影響 這個例子比如說 它會不會影響對那個地球轉動的速度 一定要想這件事情的 你如果那個地球更加多的物質是不均勻地 可能堆高了在某個地方的時候 就叫做地球會轉慢了 但是原本堆得很高的東西 很容易鋪回來貼近那個海平面的話 那就反而是傾向地球會轉得快些的 那麼這個就是等於我們自己玩 騰騰騰轉的 你的手伸出一點整件東西就轉慢些了 你把手收回來靠近那個旋轉的軸心的時候 這樣就會轉快些了 那麼地球都是一個這樣的陀螺來的 所以你去追蹤著那個冰層的厚薄 那你是可以講到一點點 就是叫做對於預測地球的那個轉動的那個未來 那就是更加麻煩一個問題 如果南極的冰真的用光的話 如果南極用光的話 我想北極都不會用光了 都是這樣溶化的時候 講那個地球那個海平面的那個改變程度 不是以厘米計的 是以十米去計的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現在你看到 那個海還在你下面幾米的地方 就變了浸了上來你那裡的了 就會是這樣 你想想維多利亞港兩旁 有多少地方會浸呢 那中環就算簡單了 整個中環浸了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你真的要去到那些叫海拔高一點的地方了 那那裡才不會浸 就是譬如我講的 你尖沙咀 可能呢 就是不計的高樓大廈 純粹是那個地面呢 你是那個叫做 現在叫做1881那個地方 下面滑的地方就浸了 但是上面最是做高頂 有個燈塔啊 那些這樣的 現那個叫做 警署駐紮的地方 那個高地呢 可能這樣就沒事 但是可能那裡就變成海邊了 就是要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地球轉快點轉慢點 哪有好處點 我就想去轉慢點 一天有多過24個小時用 是啊是啊 是不是 就是如果快點 你要睡得少點快點起床 就是你不會因為地球轉快了 老闆叫你做的事少了的嘛 大家都是覺得 那你就在自己睡覺的時間上扣 其實都是 是不是 所以我是絕對想轉慢點的 但是你說那個地球 要去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轉到 一天有26個小時呢 那當然就絕對不是我們有生之年 可以看見的了 就是 那在什麼條件之下 那個地球會轉慢的 那你可以數了 它有更加多的物質是堆高了 OK 就是譬如你說 你多建一些水壩 令到那些水更加難下回海平面 那就相對來說就好像那些物質 起高了 那另外就是 建多一些高樓大廈 盡量把那些物質堆高 然後建多一些高樓大廈之後 大家盡量住有這麼高層 那甚至乎故意去到 不是在海邊建高樓大廈 故意在山上建更加高的高樓大廈 那其實不外乎就是那些物質堆得越來越高 那當然大自然的力量是強的 就是如果你能夠是 更加多的地方是下了一些雪 來把它鎖在雪山上的時候 那你在那個山上更加多的重量在那裡 就是水是很重的 那所以如果是更加多這些冰啊 雪啊 就能夠鎖在高的地方呢 那你可以想像應該就對應地球 都要轉慢一些的了 那所以有人就是說 那天建的那個三峽大壩 那你都是把那些水 阻礙著它落地面的時候 是會影響到那個地球自轉的 雖然那個數字你看到很小很小 但是你是可以計算到那個影響出來的 我們這次結束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是科學回憶路 OK 是